威力要落實食品頂路的制度 提供鄉親消費主信 中華館政府跟鄉頂市公所作為合作 在管來在鄉頂公所設立食品頂路基點 建立中華館完成的食品安全忙碌 食品頂路是落實對中對所制度的基礎 也是各自食品安全管理的重要苦水 不像在日本、美國、歐盟、頂頂各家 都已經落實建立食品頂路的制度 但是因為台灣食品供應鏈複雜而且都完 為了要有後來折騰食品供應鏈的原料 和產品來完留鄉的主信 中華館政府是台鄉全國 邀請鄉頂市公所加立為何時安的行列 在民眾最熟悉、最新來的公所 設立食品頂路基點 讓家裡沒有電腦 協助是沒辦法順忙的業者 可以儲勤到公所的過卡 馬上來更新食品頂路賣大家的營業資料 給民眾建立消費主信 中華館政府 跟我們所有的鄉鎮市公所 要建立這樣的一個食品登入平台的一個合作 那目前有11個鄉鎮市公所 已經配合我們衛生局 在公所裡面列入這個食品登入的一個據點 那我們鄉鎮政府從這個食品安全的業者 我們目前有14000多家 大到製造的一些食品廠商 小到我們市場的一些攤販 只要跟食品有關的 不管是製造的 或者是通路的 或者是最末端的攤販 我們都要求他們 要來公所 來做這個食品登入 讓我們消費者能夠更有資訊 並了解他的食品吃的一個來源 目前中華館已經有11間公所 加立食品登入的服務基點 共同來守候中華館的事案 中華館政府也將會繼續邀請 吉他鄉鎮市公所 加立設置食品登入基點的行列 這會來搭著健康安全的飲食環境 新中華新聞北明林 廣府蔡宏布德